韩非子有这么一篇文章 他让秦始皇觉得相见恨晚 然而他又给秦二世的急欲放纵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还让后世儒家文人咬牙切齿的痛恨 甚至连up主都非常想反驳其中的某些观点 然而却又无从下嘴 这篇一论文逻辑感太强 以至于up主感觉反驳他就像是在自取其辱 韩非这篇论文不仅言辞犀利 鞭辟入理 构思精巧 胆大如斗 又不乏耐人寻味 警测世人 如果你熟悉古文的话 这篇文章读来竟然还朗朗上口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韩非子到底在这篇论文里阐述了什么道理 上古时期 人民少而禽兽多 人民敌不过禽兽虫舌 有圣人搭建木头作为巢穴来避免被禽兽伤害 而百姓都很高兴 就让他统治天下 这个人就叫做有巢士 百姓吃瓜果蛤蜊 心扫恶臭而伤害肠胃经常引发疾病 有圣人 如果夏王朝还有人想要依靠大牧为巢 钻木取火统治天下 那么必然会被滚羽笑话 在商周时期 还有人想要依靠书郡河道统治天下 那么必然会被汤武笑话 然而今天却有人美化 摇生与汤武的治国方式 那也必然会被新的圣王笑话 因此圣人不会寄希望于遵循古治 不会墨守成规 而是会根据当今世界的发展而调整制度 宋国有耕田的人 他的田中有猪 一只兔子跑过来撞到了猪上 撞断脖子而死 于是他就丢掉农具而守着猪 希望再次捡到兔子 他显然不可能还会捡到 因而被整个宋国人取笑 如今想要用古代先王的治国方法 治理当今的百姓 就像这守株待兔的笑话 古时候男人不耕种 采摘点果实就足够吃饱了 女人不仿制 剥下禽兽的皮也就足够穿着了 不用从事苦力就能自给自足 那是因为人口少而财务多 所以百姓不会相互争夺 因此不用厚重的赏赐 不用严厉的惩罚 而百姓自己就能治理好自己 如今一户人家 生养五个子女不为多 子女又生养五个子女 爷爷没有死 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孙女了 所以人口多而财务少 从事劳动很辛苦 却供养不了他们自己 因此百姓就会相互争夺 即使加倍赏赐 加重惩罚 也不能免于混乱 摇统治天下的时候 生活条件简陋朴素 吃的是粗粮野菜 冬天穿着瘦皮衣服 夏天穿着麻布衣服 即使是现在开门人的服装 也不过如此 与统治天下的时候 带头亲自拿着锄头干活 腿毛都磨光了 即使是现在奴隶的劳动 也没有这么辛苦的 以此而言 古代善让天子职位的人 就像是辞掉看门的工作 或者是摆脱奴隶的辛劳罢了 所以古代善让的故事 没有什么好吹嘘的 如今的县令 一旦自己死了 子孙接连几代都享受坐车的待遇 所以人们都很看重这个职位 因此 人们对于辞让这种事 可以轻易辞让古代的天子职位 却难以辞让如今的县令职位 是因为获取的利益大小不同啊 住在山里取水的人 在节日里会互赠山水 被水落害苦的人 却要雇佣人来排水 所以花年的春天 连幼小的弟弟都吃不饱 封年的秋天 连不认识的过客 都能给他粮食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疏远骨肉 而更喜爱过客 而是粮食的多少不同啊 所以古人看清财物并不是因为人厚 而是因为财物多 如今相互争夺 也并不是因为笔漏 而是因为财物少 古人轻易辞让天子之位 并不是品德有多高尚 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还比较薄弱 现在的人看重并争夺官位 也并不是品德有多低下 而是因为权势越来越重了 所以圣人对于治国来说 讨论的是财物权势多少的问题 因此惩罚轻微并不是为了仁慈 惩罚严厉也并不是为了残暴 只不过是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 而运行法制罢了 所以事情总是变化发展的 而制度也要根据事情的变化 而做相应的调整 古时候周温王领帝处于分号之间 方圆才百里 他推行仁义而感化了西荣 于是就统治了天下 徐苑王领帝处于汉水以东 方圆五百里 他也推行仁义 割地并朝见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 楚温王怕他会危害到自己 所以起兵攻打徐国 便把他消灭了 所以周温王推行仁义而统治天下 徐苑王推行仁义却是国家灭亡 这说明仁义之道适用于古代 而不适用于今天 所以说时代不同了 社会上的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在顺统治天下的时候 有苗氏不肯归顺 于准备去讨伐他们 顺说 不行 君主的德行不深厚 却使用武力 这是没有道义的做法 于是就用了三年时间修行德教 拿着盾牌 大幅等武器跳舞 来进行精神感化 有苗氏便归顺了 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 兵器长的就刺到了敌人 铠甲不坚固的就被伤了自身 这说明拿着盾牌 大幅等武器跳舞来进行精神感化的办法 只适用于古代 而不适用于今天 所以说社会上的情况不一样了 那么制度也就要跟着调整 上古时期 君王们主要是在道德上内卷 中古时期 君王们主要是在智谋上内卷 而如今要想统治天下 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齐国将要攻打鲁国的时候 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 齐国人说 您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 而不是这些道理啊 于是就骑兵攻打鲁国 把距离鲁国国都实力的地方 作为国界 所以说 徐燕王推行仁义却亡国 子贡能言善变 却使得鲁国被削弱 以此而言 推行仁义能言善变 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 如果当初抛弃徐燕王的人义 不用子贡的智谋 而依靠徐鲁两国的力量 让他们去抵抗拥有万圣兵车的强国 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 也就不能够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习俗不同 新旧制度也不能一样 如果想要用宽松缓和的治国方法 治理极具变动时代的百姓 这就像没有将神 却去驾驭猎马 这是无知带来的祸患啊 如今 汝墨都称颂古代先王 兼奈天下 就像父母一样对待百姓 他们是怎么说明的呢 他们说 司寇行刑 君主因此而不再举办歌舞会 听闻死刑的判决 君主位之流涕 然而他们这里所举例的都是先王 而按他们所说的 若将君臣视若父子 天下就必然大智 由此推论 那天下就没有关系不睦的父子了 人的感情 没有超过父母对待子女的 然而即使父母都付出了爱 却未必就能家庭和睦 难道付出后爱 就指望不发生矛盾了吗 如今先王爱百姓 就像是父母爱子女 子女尚且不睦 难道就能治理好百姓了吗 依据法律行刑的时候 君主却为犯人抹眼泪 以此假装仁爱 这算哪门子治国的理念 君主为犯人哭泣 而不想要施加刑罚的 这叫做人 然而犯罪了 就必须施加刑罚的 这就叫做法 古代君王优先搞他的法治 而不听从哭泣的声音 那么仁义不能用来治国 也就很明显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全世 而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 孔子是天下的圣人 他修养德行 宣扬儒家学说 而周游天下 天下的人都说他仁义 赞美并追随他的 却只有七十人 崇尚仁义的人本来就少 而能实行仁义的人 更是难得 因此 以天下之大 而追随他的 只有七十人 而真正成就仁义的 只在他一人而已 卢埃公是下等君主 但他境内的百姓 没有敢于有不成之心的 百姓本来就屈服于全世 全世也真的能轻易制服他人 所以孔子反而是臣子 而埃公是君主 孔子并非被埃公的人义感化 而是屈服于他的权世罢了 因此 若以仁义为标准 那么孔子就不会臣服于埃公 而若以权世为标准 那么埃公就能让孔子臣服 如今如墨学者劝说君主 不用掌握毕生的权势 而必须施行仁义 就可以统治天下 这是要求君主 都必须达到孔子的仁义 而世上的普通百姓 都像孔子的学生那样 这是必不可能的 现在有个不成才的孩子 父母斥责他 他不会改 乡人责备他 他不为所动 师长教育他 他也不会改变 父母的爱 乡人的行为 师长的智慧 三者加起来改变他 他的无动于衷 丝毫不改 然而周县的官吏操练士兵 推行功法 寻找奸人 找到他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恐惧万分 马上改变自己的品行 所以父母的爱 不足以教育子女 必须等待周县 可以施加言行的人 百姓本来对于仁爱 就会娇气 对于威势才会服从 因此 二十米高的城墙 楼梯不能跳过去 那是因为陡峭 两千米高的大山 跛脚的羊 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 那是因为坡度平缓 所以盛民的君主 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 并严厉的执行 不薄是寻常的东西 普通人捡到 也不会还给施主 那是因为 即使不还 也没有什么害处 而黄金百两 盗贼却不会盗取 那是因为 一旦被抓到 就要被斩掉双手 所以 英明的君主 一定严格的实施刑罚 因此 赏赐莫过于优厚 并且守信 使百姓因此获利 惩罚莫过于严厉 而且一定执行 使百姓畏惧他 法令莫过于统一 且固定 使百姓知道他 所以君主 施加赏赐 不会随意变动 施加惩罚 不会无故赦免 再用称赞荣誉 辅助奖赏 用毁坏名声 伴随惩罚 这样的话 闲和不孝 就都尽力而为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 因为他有功劳 而授予他官决 却又鄙视他做官 因为他努力耕作 而奖赏他 却又瞧不上他的行业 因为他不接受奖赏 而疏远他 却又推崇他 轻视世俗名利 因为他触犯禁令 而惩罚他 却又赞美他 有勇气 赞扬或毁誉 奖赏或惩罚 所施加的对象 是这样的错乱 所以法治越来越败坏 而百姓也越来越混乱 现在兄弟被侵害 不依靠法律 去制裁失害者 却私自帮兄弟反击的人 被认为是正直 好友被仇家侮辱 不依靠法律 去制裁仇家 而私自报复仇家的人 被认为是忠贞 这种所谓的正直 忠贞一旦形成 就会破坏君主的法治 君主遵从这种正直 忠贞的行为 却忘记违反法治的罪行 所以百姓成强好胜 而官吏却不能制止 不努力工作 就有衣穿 有饭吃 还要称赞他有才能 不努力获取战功 就能享受别人的尊敬 还要称赞他贤良 这样的贤能一旦形成 就会使得军队弱小 而田地荒芜 君主如果喜欢这种 所谓的贤能 而忘记冰若地荒的祸患 那么谋取私利的行为 就会涌现 而宫中的利益 也就丧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